将夜中书院后山十三位先生的境界主要成就和结局 接上节 三先生 于莲 前身是魔宗最后一位宗主林悟 也是魔宗历史上最年轻最天才的宗主 魔宗天下行走唐和大唐皇后夏天的老师 后又收魔宗圣女唐小唐为弟子 于莲修成了魔宗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过的二十三年禅 实力达到了第六境的天魔 平日他是书院前院众多学生的教习 只在世人面前展露出动玄境界 冠主曾毫不掩饰对于莲的欣赏 他说过 宁确登二层楼前 于莲曾指点过他 并向他承诺 若放弃二层楼考试 可以介绍一位不弱于剑圣柳白的强者给他 这位强者说的就是于莲自己 宁确与夏侯决战时 于莲曾困住悬空天下行走七面 迫使其不能出手 第一次举世罚堂 他带领两位师弟留守书院后山 交出阵言处 饿你不死 滚回西陵 为了书院以后更大的计划 今日 我留你一命 于莲显示出天魔镜 将西陵长教雄出没废掉 扔回桃山 长安城一战 他与大师兄联手阻击灌主 援助结局 大师兄李漫漫被灌主打得修为禁费 待其伤好后 与其周游了新生世界 四先生 范月 竟于推演算法 擅长福道 谋略算策 器具设计 人是昆仑小镇一档铺前的少年学徒 打得一手好算盘 夫子极为欣赏 将其带入书院 成为第四名清传弟子 范月以算师道圣武 河山盘为法器 曾与师兄弟一起手倾侠 用河山盘接住了灌主的虚剑 几人一直举阵 直到灌主被废后 虚剑消失 平日里 范月与六先生交好 六先生是一个铁匠 以打铁入道 铸造功夫天下第一 两人常合力研制武器护甲 镇北大将军夏侯身上的明光铠 以及命缺手中的原石三剑 和改良后的坡刀 皆出自二人之手 援助结局 范月成为了镇北军前锋的一位智囊 将夜世界破开后 他和六先生 过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吴先生 宋谦 以其入道 原是南静国首 八先生 吴明 是越伦国御用骑师 两人曾约战十余次 不分胜负 尹为知己 成为一对骑手 曾在第一次举世伐唐之战中 与三先生 于连坐守书院 用棋盘大阵 阻挡西陵长教 雄出没 援助结局 两人留在了书院后山 继续参悟其道 七先生 穆佑 是一位天才女镇师 经研镇法 负责书院后山的镇法维护 数年前遭遇瓶颈 受夫子指点练习绣花 以提高修为 于是练出了非真术和真酒术 曾帮助宁缺 在燕明湖布阵击杀夏侯 青霞之战 和师兄弟一起阻击西陵联军 援助结局 他与二先生军末结为了夫妻 两人一起游历新世界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九先生 北宫未央 与师先生 西门不惑 皆来自吉南海岛之上 都是精通音律之人 前者善吹销 后者善服琴 青霞之战 二人合奏一曲大音无息 阻挡了无数西陵联军 援助结局 两人依旧选择了 在镜湖畔操琴吹销 毕竟在这世间 唯有他们彼此方式之音 十一先生 王池 平日爱思考人生 喜思辩 是一个哲学家 但他却是以花草入道 能识世间一切花草 能变世间一切花草之用 还是一个药学大家 青霞之战时 他主要负责的 就是为各位师兄疗伤配药 援助结局 王池去了越伦国 据说他遇见了花痴路陈家 谁也不知 有没有发生点新的故事 自四先生范月 到十一先生王池 这八位先生 在各自的研究领域 都是佼佼者 却并不注重境界和战力 所以基本都停留在了 动玄境内